第一次上我們內地的電視節目 一起歡迎她 JW Hello JW是黎明公司旗下女新人 A-Music2010年度重點新人 繼維蘭之後有一位先聲奪人的樂壇新人 去年你的成績就目共度 和師姐維蘭一起合唱的《男人信心魔》 那首歌獲很多獎 你有沒有自己統計過 納過多少個獎 只是那首歌 各大台班 你這樣問我又不記得有多少個獎 但是很開心 是有 是有 第一次和師姐維蘭 Janice合作 已經有這麼多人的認同 很開心 不見不到 無法再後退一步 難道我皮靜 他不知道 誰對誰錯都好 剛才你說的和師姐合作 你第一次和她見面 和她要去練歌 和她唱歌的時候 你自己心裡有甚麼感覺 其實我和Janice合作 練唱歌的時候 我不是太緊張 因為她很友善 她是在我旁邊 她會綁著我 她說不用緊張 她又搭著我 然後又會說 好吧 你唱這裏 我唱這裏 然後就沒事了 所以她很照顧我 她一點壓力都不會給我 JW在發表第一首歌曲 《掛念好友》的時候 保持神秘感未有現身 JW是文詠山的兒時好友 為了配合好友新歌派台 為了配合好友 文詠山二母擔任其MV的女主角 黎明新種JW 一直採用見聲不見仰的宣傳手法 直至2010年7月 舉行JW掛念好友音樂會 JW才首度露面 全晚站在十多尺高的巨型長裙甲中獻唱 為她首張EP Los Angeles 揭開神秘的面衫 不要經典 Ele 不要ifs dj 懷念角力鬥追不負錯 沒顧慮財富 不會自己去求忘 就算只藏 要誰偷受慶雪發光 誰一天找到誰隨便講句 什麼都可 今天大家有何難 我要好過 要情人無法學穿我 其實我自問 情緒難以捉迷 欺騙自己太為難 JW於2010年尾再度回港出席樂壇頒獎典禮 囊括三台新人女歌手的獎項成績破街 尤其和師姐為難合唱的男人信什麼 也取得佳織 上一張大碟Los Angeles在香港買了非常好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IVI 2010年最暢銷本地女新人 2010年最暢銷歌手 這兩個獎項是很重的 其實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是不覺得是有發生過的 是啊 事情太大了 我沒有想過我現在21歲 我是可以有這些獎項放在家裡 是可以見到她的 嗯 人家會覺得這樣 讀名的那一刻是最緊張的 我站台上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很多人在 我很小小的 我好像 不要緊要了 但是她一叫到為名字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哇 哇 我是很開心的 拿獎 到再拿新的作品出來 和其他的粉絲 我們跟朋友見面 一年裡 你其實覺得自己是 就是 長大了 或者跳過在哪裡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在我出道 現在 是一年 但是其實那個感覺 是